如何做蓬蓬的普攻音花 你可能见过用毛线做毛球 但你有想过把毛线球做成普攻音会这么漂亮传什么 你将需要毛线 干树枝 剪刀 胶水 第一步 我们先做毛球 之前有教过大家用硬质圆环制作毛球 今天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做毛球 我们将毛线的一头绕在食指上部 然后开始将毛线均匀绕在三根手指上 第二步 绕到一定的厚度 我们把毛线从手指上脱下来 第三步 用另一段毛线从线团中间穿过 然后打死结 调整线团形状 第四步 把剪子探进线团里 将毛线剪断 第五步 修剪毛线团 让它成为一个圆球 弹掉含在毛球里的碎线头 第六步 用胶水涂在干树枝上 黏上蒲公英球 这样一只蒲公英花就做好了 把它装在瓶子中 或是装饰礼物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你知道吗 蒲公英多分布于北半球 我国的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西北 西南 各地均有分布 它身于道路两旁 荒地 庭院等地方